自2018年在美国纽约定居后,在河内老城区出生的这一时代青年,陈德林已燃起了开一家河内餐厅的念头,发现美国的越南菜肴往往带有浓浓南方味道,因此陈德林决定在这里开一家名为当当餐厅,推荐河内饮食文化的典型菜肴。 我在美国开办餐厅的最大困难,就是使用河内美食艺人的攻势,自制干酱、辣酱,困难还在于申请酒类经营许可证。 担当餐厅的菜肴保留河内美食的原汁、原味,没有像美国其他越南餐厅那样寻求越南北方口味和南方口味,外国人与越南人口味的平衡点。 也许这就是担当成为唯一一家可以享用配有干浆、叉沙的面包,或一碗配有半熟蛋或热乎乎的牛条的正宗河内河粉的地方。 许多旅居美国河内河粉的爱好者,想吃旧的下厨的菜肴。 想用当当餐厅的河内面包时,我感到很惊讶。 我虽然是南方人,但非常喜欢河内面包的味道,感觉这才是越南人为越南人做的正宗面包。 我以前曾吃过越南面包,但这是第一次来到这家餐厅。 我打算买这里最好吃的面包,但已经卖光了。 我会试试其他面包,下次一定回来吃河内正宗面包。 来到这家餐厅,老板将为时刻献上他亲手制作的美味佳肴, 能够享用河内老城居人的正宗面包、鸡肉竹笋米线、汤米线等。 去看看。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